麦琪小小年纪就开始吃书 吞下一整本时代杂志 麻吉带娃去医院看书 父子三人承担起购物的责任 买了一大车家里总是缺的东西 什么零食啤酒快乐水 妈妈平时买的很克制 今天管购 鸿沫虽然不怎么购物 但是很讲究 他让装带员把买的东西 按照人类发明他们的顺序排列分类 装好之后鸿沫后悔了 再按照我吃他们的顺序重新分装吧 装带员内心极度抗拒 但是架不住鸿沫用大棒子疯狂戳他 夹你哦夹你夹你 顾客虽然是上帝 但上帝都不敢这么欺负人 装带员怒衰工作围裙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装带员 咱们罢工吧 长期受洗的装带员们不干活 举牌子去了 超市里的顾客可能都是手残 离开装带员 他们只能抱着散货离开 即便如此 装带员们也不允许客户安静地走开 补给跟不上 春天正的老百姓很快发现家里被吃空 巴特甚至开始掏鸟窝来糊口 但鸟又岂是任人白嫖的窝囊废 小镇突然成了弱肉强食的暗黑森林 狗脂放着空碗黯然身上 好在他有个好鼻子 闻到家里某个地方藏着最后的干粮 悄悄的星级狗准备吃毒食 但是家里鸡肠碌碌的人都盯着呢 好狗好狗快说哪里有吃的 星级狗只向外面掉虎离山 自己却一个转身咬开阁楼梯子 在饥饿面前 寿性占领了忠诚的高地 他在一堆成年老货当中犯出线索 猴沫抢过来 这不是我小时候的饭盒吗 想不到里面还有曾经的饼干化石 一口下去 30多年的历史融进嘴里 有种在饱子气外冒险的刺激 眼看猴沫就要吃完毒食 一枚金色藏颈鹿饼饼干 差点废了他一口牙 原来这是饼干里藏着的超级大奖 吃到金色藏颈鹿的人 全家都可以免费去非洲旅游 猴沫拿着已经停产的饼干盒来找厂家 他们厂现在改行做毒药了 谁能想到还有人活着来对击 负责人提起小饼干 说过期无效哦 噢 没爱 对方很紧张 这是要告我们绳子不结实 产品质量有问题怎么办 算了 还是给他们抱个团去旅游吧 信不信一家就此赶往非洲 抵达后有导游对接服务 把他们带到了豪华树屋酒店 看起来很美好 进去后发现文字又大又多 接下来导游带他们驰骋非洲大草原 看漫天云卷云竖 对裂整齐的动物走在夕阳下 再看万物生长 犀牛破壳而出 啊有点离谱 长颈鹿竟然会打洞 假的丽莎都没眼看了 马鸡在望远镜里看到非洲猎豹 他以速度飞快而铸成 但是马鸡觉着不过如此 导游突然刹车 说前方有一伙偷猎的 他放枪下走偷猎者 见惯不怪 这种事情多了去了 下午的活动是体验部落分土人情 背着篝火再歌再舞 猴磨玩得很high 情不自禁打起鼓 但谁能想到旁边睡了个河马 不小心拍了人家的屁股 河马很在意屁股被摸 导致的名誉受损 疯狂追杀猴磨 让他粉身碎骨 也要留得清白在人间 导游拼命捂住河马的眼睛 为他们争取些许逃跑的时间 虽然不是很多 猴磨拿起盾牌当小艇 表示河马怕水 咱们夺水里 必杀嗤之以鼻 但是这片草原不按套路出牌 哎呀 凉 凉 太凉了 一艘小艇载着全家 前面是一道选择艇 左边的河道看起来阳光彩虹 但是金色的鱼灰有点黄眼 右边的河道怪事临寻 哭诉张牙雾爪 但是人家紫外线指数明显低 这可难坏了猴磨 丽莎说还想个屁啊 走左边 猴磨不再犹豫狂划水 可水里都是马皇和食人鱼 他们眼看就要飘向光明 但调皮的水流开了个玩笑 将他们送去了阴森恐怖的河道 这里的鳄鱼很想夹人 这里的岸边蹲着武装土著 土著们纯粹是来当群演 给过路的旅客体验分土人情 但猴磨非要拿起武器自保 土著差点吓尿 这份兼职没有工伤保险 受伤了就亏大了 一家人继续漂流 前方到站维多利亚瀑布 观光客们哭着喊着从瀑布掉下去 好消息是他们在一朵花里转着陆 坏消息是这叫食人花 好消息是它毕竟还是一朵脆弱的花 接下来他们迷失在森林当中 红莫建议巴特去那座山顶 看看酒店在哪 前方小山包正是启利马扎罗山 站在非洲之巅什么都看得清 巴特心想让我试试 但是突然出现的小猩猩打乱节奏 也许它能带我们找到吃的 一家人跟上小猩猩 来到一个被圈起来的地盘 原来这就是著名女博士 保护黑猩猩的乐园 他们进门拜访 女博士用白色虫子招待客人 没办法 这里的条件很艰苦 女博士带大家参观猩猩乐园 门外突然来了一批不速之客 拿出大喇叭喊话 快交出黑猩猩 我们就不伤害你们 女博士求大家帮忙守护这里 心不正一家阴地之宜 打出配合战 母女俩抓马分当暗器 先毁了他们的车子 负责量用自制的土雷 爆炸才是纠集艺术 但这群人顽强的很 终于还是闯进来抓住小猩猩 丽莎跟他极限拉扯 无意发现对方穿着 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服 一处树叶 里面的猩猩矿工列队走出 所以这里表面是个黑猩猩保护基地 实际上是圈起一个钻石矿 逼着黑猩猩下矿踩钻石 他们又去女博士的住处搜查 发现钻石堆的到处都是 连鞋底都是相钻的 快别说这东西稀缺了 大猩猩都不信 眼看事情败露 女博士希望大家不要说出去 我可以给你们分口费的 钻石随便拿钻石能治愈一切 这女人怕不是疯了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可怜可悲啊 心不成一家满载而归 对于女博士赞不绝口 这人可真不错啊 这边草原并没有那么原始 只是有人想让你觉得它原始 女博士不是为了保护猩猩 而是想让你觉得它在保护 钻石其实也不稀缺 但是有人想让你觉得稀缺 信息差是能赚钱的 而且能赚大钱 至于怎么制造信息差 无非是自己紧跟真相 再把剩下的人往其他方向误导 谎言可证 但信的人多了 谎言就摇身一变 变成了潮流 变成政治正确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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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